古爐的偏身泳春是一種耐家拳 每招模式都是以耐力發出 正所謂以衣型氣、以氣推力 以其達到意、氣、力合一的境界 具有極高的散打神認識 古爐泳春和一般泳春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練習的時候比較柔和 達到剛柔並用、柔化剛用的境界 師傅,我們現在去哪裡玩啊? 來到學生,我就帶你來這裡 探訪一個泳春的一代中先 梁讚先生的後人 經常太難玩了吧 懸赴心山猛虎 棍打海底郊龍 這裡是榮春派 你有氣勢 你看,這個就是練榮春的 你學過的嘛 我學過小念頭 但是你學過千手 還未升級他做裝 還有我很久沒練功了 好啊 這裡就是講明春派 梁讚先生的故事 這裡有一張照片是李小龍 和他師父葉敏 李小龍和梁讚師傅又是 什麼關係呢 葉敏是梁讚弟子 陳華純仲素 師叔 很複雜啊 梁讚之子梁壁 陳華純 葉敏是梁讚的弟子 那我的師父就是葉敏的徒弟 那我和梁讚的徒弟 應該叫梁讚先生是先太早了 訂的廚是過百年歷史的 你看很久了 蚊蚊啊 你又學過詠春 那這次來到梁讚故居 你知不知道師父有什麼主意呢 耍兔拳啊 不是 師父沒有學過 師父約到詠春的高手 一個雷師傅 帶我們參見這裡 一個詠春的一代宗師的盧師傅 是嗎 你想不想想想想 好 嗨 呂師傅你好 你好 你好 嗨 這是我們蚊蚊 你好 你好 這個女師傅呢 就是詠春的高手來的了 那聽到 你可以引見我們一個你們的宗師 是我們師父是梁讚的徒孫 高師傅今天要拜訪的高手 是梁讚先生真正的徒孫 也是武術大師 易文先生的同盟 武打影師李小龍先生的長輩 他就是虎爐偏身詠春 鳳鎮師傅 嗨 是 這是我師父 是 梁讚的徒孫 你好 鎮叔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梁讚先生 在佛山回來這個家鄉 怎樣去授徒 他有幾個義官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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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債都不跟著他 哈哈哈哈 那把鎮上來 蓋上去 沒有人在學 是 回來香港 過羅 回到來 那些附羅 就問了讚先生 那些幾十年工 那些年輕人一個二個都沒有 不認識的 讚先生想過三晚 然後才答應 他說好 教幾個 開始的時候教 教了 教了四個人 四個人 四個人 鎮叔 我聽到你說是梁讚先生的徒孫 那你跟誰師傅 我跟黃華三 梁讚先生四個弟子之一 我就三八年 就跟黃華三 那時候我跟他就是 十七歲 黃華三 都有八十年 二十三歲 今天讚先生 二十三 讚先生 七十 他根本上 讚先生 五正 八斬多 就是那些沒有教 沒有 詠春有佛山的詠春 有家鄉的葡魯派 葡魯編生 古葡魯編生 永俊 他晚練給你 即是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盡量就編 這首拳 不能夠用力 就以由制光 以由制光 過手 大家過手知道 過手知道 過手知道 絕對是有的 用什麼呢 用你的身形 是 偏身 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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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 根本上 正身好 偏身好 你有刮刀 都可以 跟著一根 那就多謝你了 鋒